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 我們這台微噴影機最大的一個特色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把觸控式面板導入到我們的機器裡頭 大家可以看到你怎麼滑手機 就是怎麼樣操作影音機 相當的user-friendly 然後你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不會很奇怪 以前的一些介面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全部都把它整合到這個 我們的觸控式面板中囉 所以其實在操作上來講會相當的便利 再來呢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末代 這就是跟我們的成本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提到啊 就是我們是使用末代 然後我們的末代它可以提供很大的一個印量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是彩色 CMY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提供84,000張的一個彩色印量 那另外一邊的話是我們的黑色末代的部分 我們黑色末代呢 它可以提供86,000張的一個印量 所以其實換言之 如果是比較雷射影印機來講的話 我們整年度省下來一個成本 在省下來的成本啊 是大概差不多是一萬八千元左右 尤其是我們的呃彩色印量 單張列印成本 是一元一級 另外呢 這邊還要跟大家看一下齁 我們的呃 我們的指甲 我們的指甲原本一般來講的話 大概大約都是250張 那我們這台機器呢 它是可以擴充的 擴充之後呢 它可以再擴充兩個五百張的指甲 再加上一個底座讓它比較穩定 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來講 我們整個整台機器可以總共可以呃 我們呃可以放的指甲 就是呃 數量來講的話可以達到一千八百三十八張 這邊還有一個 這是要給大家 這是我們的呃 手動鏡子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你發現 呃 這邊臨時有幾張紙 特別特殊一點的紙台 你需要放置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邊手動鏡子進去 包含什麼春蓮啊 長條紙啊 這部分來講 會不會進去 都還是可以用我們的 神采液微配營機進行呃 呃 列印 還有呢 呃這邊還有一個特點 這邊要跟大家再提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掃描器 這個掃描台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的 呃整個掃描速度上來講 我們也做一個很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呃 每分鐘四十五 夜的一個掃描 掃描 指甲 台 好了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我們的機器的本身